台北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王图发 台湾绿色公民行动阵线秘书长崔淑新 麻烦是不是大家一起上台 然后主席会拜托你 就说在他们我可以开始咨询之前 时间可不可以暂停 谢谢 王图发教授不在现场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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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今天其实最主要是在谈我们的能源的政策 虽然我们今天谈的是非核家园推动法案 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究竟台湾的能源政策是什么样的政策 我们今天看到有两边的意见 有一边是主张在近期的时候 在还没有替代方案出来之前 我们不得不有核能发电 另外一边呢我们听到就说希望台湾呢就立即能够进到这个非核的家园里面 那我我个人嘛 我个人平常讲 西不希望非核家园 我想这个绝对是希望的 因为这个不仅是对我们个人好对我们的台湾的未来一代下一代也很好 可是呢我在听了半天呢我其实为什么请大家一起上台的原因呢最主要我想了解这中间的一个差异性 我相信在座的我们上台的诸位呢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如果我讲错的话麻烦举手我们就不要逐一问 我相信我们在台上的诸位没有任何一位希望我们台湾分裂 希望我们台湾族群对立是不是 是吗 没有任何一位是希望如果反对的麻烦举手让我知道 好那我们再看我们中间的差异性 所谓的废核跟要继续这个核能发电的这个差异性 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料 如果有错的话也麻烦举手让我知道一下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国家的核电的情形 欧美的国家法国是有58座 美国是104座 德国是17座 投影片的下端都有资料的来源 如果认为资料来源错误也麻烦让我知道 好因为资料很多 所以我就走快一点 第二个呢是除了先进国家之外 我们看到我们临近的国家 日本呢从311地震之后 它全面检修的结果 它的价电价涨了17% 它的贸易赤字 日本首次出现的贸易赤字 因为它大量进口燃料 它导致它的贸易赤字首次出现 然后它的GDP下降了3.6% 这个有没有错 没有错的话我们走下一个 有错或者不知道都可以讲 我们不强求 不强求 第二个 对第二个呢是韩国的部分 韩国呢 对不起 时间要暂停吗 不需要 OK 那韩国的部分呢 它希望它要成为主要的核能国 这个下面也有资料的出处 世界核能协会的网站上面的资料 它的核能的发电呢 韩国它要占它总发电量需求的30% 韩国现在的工业电价呢 是2.09元 这个有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中国 中国大陆 中国呢 它火力发电呢 它为了要去防治它的空气污染 它造成所投入的资金 造成它的GDP的6%的经济损失 它现在有16座的核电厂 它新增30座 它要新增在建设中的 要新增30座 这个也是世界核能协会网站上面的资料 不是本席的资料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现状 我们看看台湾跟我们竞争的厂商 台韩之间的比较 韩国的核电厂的厂数呢 它是4座 台湾是3加1 就是原来核1核2核3 要加上核4 所以我先讲 因为1的部分我们不确定 不确定 看我们之间的差异性 到底谁是对的 我们再去决定台湾的未来 所以台湾部分我们讲3加1 韩国供应电量呢 占了30% 台湾只有占了16.7% 韩国的工业电价是2.09 台湾是2.36 有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看一下 以后讲要用这种数字啊 不要用几座 而是用几步几组 会比较稍微好一点 谢谢 谢谢主委的纠正 但是呢 但是主委 我要提醒你的一点 就是本席啊 没有这个能力 自己去算几座 这个资料是来自 世界和能协会的网站 他的算法呢 是以常数赚 所以本席在统计的时候 必须要忠于原始的资料 因为本席不是专家 自己算不出来 自己做 好不好 OK 下一个呢 我们要讲说 台湾的消费的结构呢 我们看出来 工业占了52.7% 服务业占了17.7% 住宅占了16.3% 这个资料有没有错 经济部的 没有 OK 好 我们看一下台湾的就业人口 经济跟就业人口 服务业占了431万 制造业占了269万 也就是说 制造业的人口 库用的员工 员工的人口占了三分之一 那产值呢 服务业是三分之一 制造业是13.84兆 这个有没有错 没有错 好 我们再来看北区的用电 北区中区南区东区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 好 台湾的备用容量率 目前是16% 好 那我要请问的 待会儿啦 最后面 因为我试图要知道 两边的差异性到底在哪里 备用容量可以满足 可不可以满足 供电的缺口 因为刚才其实本席有听到 我们的招伟 对于这一点上面有询问 其实这一点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这个部分要提出来 第六个呢 就是说 荷安 荷安其实是大家最重要的 荷安加上替代的方案 刚才本席也听到 陈欧博委员提到 对于天然气的部分 怎么样子运用 那是不是一个可行 可以加上 那个被载容量 是可以弥补我们今天的缺口 可以还是不可以 这个我待会儿要麻烦说明 好 回到我们的问题了 问题呢 我刚才听到了 我们的这个秘书长啊 您刚才在背询的时候啊 您刚提到 其实你对于 你反对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请那个 孙 孙 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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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 您刚提到 就是说 您最大的一个顾虑是什么 是因为何事啊 他要追加预算 而且他曾经有发生 问题一连段 然后呢 因为何事 他会排挤再生能源 所以本席 第一个要请教你的 就是说 在我们刚才前面的数据 都正确的一个情况之下 假设 假设 您的顾虑 追加预算的部分 还有这个争议 曾经发生的事故 可以解决 再生能源的部分 我们也应该是 优先去处理的话 这样子 你还坚持 在这个时间点 一定要非核吗 MU长 你讲的是核市场吧 是 我觉得在辅导核灾之后 我们还是必须重新检讨 就是 我们的 是在这个地震带上的问题 所以 所以您的问题 其实并不只是 刚才讲的追加预算 有它的特殊性问题 也有普遍性问题 特殊性问题 是它现在工程的问题 那普遍性问题是 现在我懂 你的意思简单回答说 即便你刚刚讲的问题 可以解决的话 你还有其他的顾虑 因为它是在地震带等等的 所以你有你的顾虑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 因为啊 刚才我们那些资料 其实最主要是准备一个数据 我们以100年台湾的税收 按照资料显示是 17,349亿 17,349亿 100年度的 那么如果我们刚才不是有个比例吗 制造业跟服务业嘛 因为我们的成本增加 为什么会做这个统计的情形 我看到经济部出来的数据是说 将来的电费 我们现在刚才不是日本呢 它增加了17% 我们上次油电双涨啊 那个电价涨了多少% 是吧 12% 17%的部分 将来我们要再加上 17%的部分的话 假设我们的制造业都出走 因为它的用电量 前面有一个 主席不好意思 我要加 两分钟 抱歉 那假设我们的产业都出走 产业出走的情况之下呢 按照税收呢 我们删除掉 三分之二的税收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税收啊 只剩下 台湾的税收 以经济情况都还可以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税收会从 一万七千 降到五千七百八十三亿 我要请教 秘书长 我要请教高教授 然后 我也要请教我们的这个 师会长啊 我们的社福支出 社福支出一百年来算 我们需要 三千四百八十八亿 我们全国的税收啊 砍掉三分之二 是只有五千七百八十三亿 我们的退休保险呢 我们需要的是一千三百八十四亿 加起来单纯不进行任何国家的任何建设 只要支付社福的支出 退休保险 我们需要的钱是四亿 四千八百七十二亿 所以三位认为就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您还坚持要用 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要飞和吗 三位 是不是请会长先 记得啊 刚才的数学是 没有错的话 我们的税收只剩下五千七百八十三亿哦 社福加上退休保险 不加上任何其他的 只剩下四千八百七十二亿 也就是说我们五千七百八十三亿 减掉四千八百七十二亿 我们只剩下来 只剩下来的钱呢 是不到一千亿 如果我们用五千七百八十三亿 去乘上我们的社福支出 是二十八百百 我们其实只有 其实只有 一千六百二十九亿 也就是说 我们的社福里面呢 会有将近二分之一的人 收不到钱 我们的弱势团体 会有二分之一的人收不到钱 我们的退休保险 我们的劳退的人呢 将来这些的劳工 他也会没有他退休的保障 我们是不是希望建立一个非核家园在今天 然后我们不顾我们社会的弱势团体 不顾我们的劳工朋友 更不要讲说这个公务人员 先不要去提公务人员 这个是不是会长你们所希望达到的在今天 我们希望台湾这个所有的人都能够过得健康安全舒适 即便他没有生活所需要的费用 不是因为这个生活所需要费用 这个牵涉到国家的税收 跟整体台湾的整个发展 所以这个要整体来看 包括税制的 会长不好意思 因为我有时间的压力 我其实很希望能够 我认为啦 非核家园 可以创造这个产值出来 会不会在他创造产值出来之前 我们已经有大部分的人已经饿死了 会还是不会 应该不会 只是这个国际的这个核电集团利益受损而已 不会影响 那刚才这个数字呢 我们只有1629亿 你们要去支付3488亿 这个拿不到钱的人 或者他只能够拿到不到二分之一不到三分之一的钱 他是不是等得饿死 还是是说我们就不需要给他任何保障 这是我们国家还有全体人民非常关心的问题 这个是在这个社谷上面要做很好的一个安排 是会长可别麻烦您会后再给我 因为我的这些data是有他数据 而且他有他的基础 我想我非常想要了解这个双方之间的差异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我们的争议已经够多了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正式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希望台湾都好 我们也希望将来的未来 非核家园政策就是立法院跟行政院 以及反和永和的这个共同 所以我们才要了解 就是这中间的差异性 已经弄到环境基本法里面去了 这表示大家已经从争议中 我可以换一个方式问会长 还有你们三位 事实上是五位 都让我知道一下 按照这样的情形 你的优先顺序是 非核家园 然后辅助弱势 然后再来是劳工团体 还是是还是是说劳工团体第一 弱势团体第二 非核家园第三 你的顺序是什么样子 我想立法院也不能这样有分别心吧 我们这些都重要吧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但是我们做不到 对不对 我们现在做不到的情况之下 我们想知道您的优先顺序 我们可以寻找出一个方案出来 好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大家可以共同努力 寻找一个正确的方案出来 可是我可不可以赶快请四位 赶快很快的给我答案 你是哪一个 是哪一个最重要 非核很快的 我是非核最重要 因为你讲的状况不会发生 不会有制造业百分之 全部出走 然后税收只剩下三分之二 这种状况不会发生 因为依照我提的电价会下降 你听清楚哦 用地热来当机载 电价会下降 不好意思 您是那个 您是高成员高教授 我是资讯系的 所以我资讯很充足 可是 可是 好好好 OK 我私下再请教你 我可以给你书面资料 是感谢感谢感谢 时间到了 我们田委员在等待 我快补充一句话 田委员在等待 抱歉 我我觉得 我觉得我很佩服 刚刚李委员所提的这些东西 我强调一点 我觉得可能安全的部分 没关系 我们尊重 我们尊重主席 尊重主席 我们会后 对 可是因为有委员在跟我 好 会后 会后再给我 没关系 我们尊重主席 以上谢谢 谢谢李委员 好